我又没误会 你解释干什么 我下周会参加 国际空间的会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提前过来 等会议结束了 我们一起回上海 你那边的工作结束了 嗯 彻底结束了 你给我看一下 签证和工作表 陈队队还没过期 连上周末能再休两天 一共休四天 周三白天到上海就行 好 我知道了 一会儿给你订票 嗯 晚安 你那儿的晚安 晚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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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先生 开门 周先生 怎么啦 来来来 把根毛 可罪了 周正辰 我也不知道他的心事 住哪一家酒店 只能把他送到这里来 此次 他结婚了 不好单独送到酒店去 不好把他单独送到酒店去 你送到我这儿来干嘛 那你说怎么办 不会是把他热闹到外面去 万一碰到坏了 好好好 把他留在这儿可以 你也要留在这儿 行 扶他去房间吧 慢点 慢点 富兰科 你扶我房间去干嘛 好 谢谢 你如果跟文川吵架了 不方便让他来接你的话 等一会儿天亮了 我叫人把你送回去 不用 我对布莱梅比你更熟 好 你订婚的事 我一直想道歉 没想到被那场意外 打乱了你们的节奏 没关系 我跟周文川要离婚了 当初太冲动 两个人都没想好 造成了一场闹剧 我怕我爸妈受不了 尤其是你妈还那么爱面子 决定先进协议 一年后再找个借口公开 你 为什么仓促结婚 我并没有仓促 我只是在合适的时间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可以理解 你为了回家 拿回二叔手里的东西 但你说的这个理由 我不小心 我的私事 不喜欢跟外人讨论 天还没亮 你再去睡一会儿吧 等一会儿弗兰克起床之后 晚上给你送早餐过去 你过去对婚姻的态度 一直很慎重 考虑得多 你还说过 自己对婚姻没什么诉求 有朝一日结婚 都是为了家里人 这次真让人意外啊 这次真让人意外啊 也许这个就是 对人不对事吧 你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我就继续工作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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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